你呀你呀 风采不减当年啊 林大姐 我本来就正当年呀 你说 你把一个正当年的 大设计师请过来 参加这种 小儿科的选拔比赛 你是不是过去整我 又来了 我哪儿是整你啊 你不知道吗 这些人未来可能都 穿着你的衣服走秀呢 你不来怎么行 我的衣服 最近还有我的衣服吗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呀 你看你环游世界 一走就是两三年 我可是听说 法国总部从今年开始 会在中国扩大战略布局 你要是再不回来 恐怕没你的位置了 我就知道 姐还惦记着我呢 所以呀 比赛完了别走 又给我上饲养教育课 方总监 知道就好 林大姐 喝点水吧 方总监 我喝咖啡 谢谢 我坐这儿吧 首先恭喜诸位 通过凯曼经纪公司 模特联系生的出事选拔 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是 复试环节 首先进行的是 男模休闲装展示 有请 文字幕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快快快 我们只有两分钟换装时间 你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南庚医师啊 我走错了 身材不错 变态吧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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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买买买买 唐总 唐总 不好意思 唐总 不好意思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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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儿 看哪儿 来 唐总 不好意思啊 你真不能进去 来 帮我等下 就当酒喝了啊 来来来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日子啊 我们都可想你了 是吧 是吧 笑语哥哥 露竹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想不想我 笑语哥哥 谢谢你送我的钻石项链 我每天都带着呢 你别搞这一出啊 这都是我哥们 你干嘛呢这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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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挺会演戏啊 怎么 我帮你赶走这句话话草草的 你还不赶快谢谢我 你小时候被你哥吵的时候 我也替你掩护过 好吧 你怎么不谢我呢 你和我表哥最 停 我不想提他 笑语哥 你说 我们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不过呢 我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 露竹永远是方笑语的好妹妹 那我就来投奔你了 讨论 对啊 是